接下來看侯昌明 他又有一子一女 升高中的大女兒 在今年8月赴美念書了 要一元設計藝術的夢 而讀國中的兒子呢 因為跟爸爸有一樣的特質 愛錢 侯昌明鼓勵他 以後可以往理財這條路走 你要這樣滾一下 你就知道球桿值不值 傳授選桿技巧 當然還要秀一首 那你知道什麼叫你爸 男在哪裡 你太小看我了 舊兒子切抽球技 侯昌明Hold住老爸面子 但其實比起自己 輪到KanKan上陣 他更緊張 好緊張喔 不要抖我 專心瞄準出手 沒漏氣也成功帥一波 只是最後仍然敗給侯昌明 KanKan決定轉戰桌球 父子廝殺 結果出爐 不好意思 甩拍 再度拜北 KanKan氣到甩拍 笑翻侯昌明 父子倆互動就像哥們 聊的話題也百無禁忌 我們可以聊女人 我們聊身材 聊比基尼 我們都聊 然後看到海報 KanKan 哇 這個胸很大 然後他說爸爸 哇 KanKan先不要 KanKan 一開始就要先問一下 搖滾區的昌明哥的小孩 KanKan 喜歡嗎 KanKan 很緊張的事 不管是什麼時候 只要我有事情 睡覺前會找爸爸聊天 讓我 輸解壓力的人吧 媽媽通常都是 就是顧她自己的事情 比較 媽媽會看電視喔 也不是說顧她自己的事情 就是比較不擅長 跟自己小孩聊天 對 比較不擅長 他也會 但是就是 好啦 不用再轉了啦 兩父子的Mesh Hulk 常常一聊就到大半夜 一個國一生國二的男孩 正值可能叛逆的年紀 KanKan心中的爸爸 非但不給壓力 還能紓解壓力 其實從小學二年級開始 侯昌明就不把兩個姐弟當小孩 甚至會一起開家庭會議 我想換車好了 這算家庭的大事 因為是很大的錢嘛 你們覺得我要換車嗎 然後我就盡量跟雅蘭兩個人 盡量不多說太多 我就要聽兩個孩子 你們說什麼 你們怎麼想 雅蘭一開始他也質疑我 他說他們最好聽得懂啦 我說一次聽不懂 說五次聽不懂 這都在我預期之內的 但是我們就有耐心啊 你說十次 說到二十次 他們就會懂了 希望孩子學會思考 不是永遠在聽父母怎麼說 對姐姐的教育才循循善用 對KanKan比較兇 他也會讓孩子知道為什麼 我對我女兒可能 他有些做錯的時候說 寶貝 不是 我跟你講你不要這樣啊 那對兒子 過來 他有跟我講原因 他不是 他說可能 因為我是男生 然後我是男生 我需要以後 需要懂得比較多了 我說因為你以後 像爸爸 整個家我要去扛 那我有很多的責任 我要有肩膀 但如果我過度的寵你 那我覺得我不是愛你 侯昌明也從不怕 小朋友的三分鐘熱度 像是KanKan曾在一個學期 一口氣喊著要學四個才藝 最後持之以恆地只剩鋼琴 我知道說在小學 他的興趣跟想法 永遠是跳躍式的 一下說我要跆拳道 一個月後我不學了 好 這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要有這個耐性 讓孩子多方嘗試 再找出自己的方向 侯昌明也會觀察人格特質 從旁引導 他每次錢一拿出來 他就會聞說 對 那個真的很香 你們不覺得 從銀行明前心情玩 你們不覺得很香 其實還滿香的 對 還滿香的 因為愛錢 所以他可以說 爸爸什麼時候還有通告 我可以去上嗎 我想賺錢 那沒有通告的時候說 爸爸我可以幫你按摩賺錢嗎 你看到錢你有成就感 你將來就是走錢的方向 要升高中的女兒 想赴美念藝術設計 侯昌明也會幫他分析利弊 但不下任何結論 來否定他們的決定 比起取得高學歷 他更希望兩個孩子 都能放在對的位置 我覺得孩子他表現得好 我就公開說 表現得不好 我關錢門告訴他 任何朋友面前 我永遠誇我兒子說 他真的很成熟 他是個暖男 像是媽媽經營服飾品牌 KanKan自動自發 幫忙燙衣服 還會幫爸媽按摩 侯昌明很快就舉出許多例子 大方稱讚孩子 他笑說陪伴兒女成長 自己獲得最多就是老的慢 只是今年面對了 自己的爸爸離開 也讓侯昌明今年的父親節 心情無味雜沉 看到我永遠就說 昌明你的下巴都尖了 我說爸我胖了兩公斤 你還是我下巴尖了 這就是父親永遠會說的事情 後來我也跟我爸爸講 就上香 我說爸我一定 照常吃 照常喝 有工作的機會 我就是全力以赴 我希望我可以抓到120% 讓你看到你沒有白生的這個兒子 當藝人20多年 當父親也10多年 侯昌明無論在事業上的衝刺 或是孩子的品格以及教育 都不遺餘力 回首這大半人生 他說了句 恐怕很多人都說不了的話 我沒有遺憾 我始終全力以赴 而且清清楚楚 有了他們之後 我好榮幸 兩個的表現 也讓我值得驕傲 好 那我說如果再給我重來一次 我大概也不能更好了 年齡要打破 語言就會通 這是侯昌明為人父的心得 說來容易 背後要付出多少心思和努力 談到未來 他說只希望孩子的點點滴滴 仍願意讓他和老婆曾雅蘭 有參與的空間 很簡單的期許 卻滿載一個父親 深深的愛